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道江心 核心 出现交通事故时候的情景 所以说青梅上河图很有可能是隐喻那个时候的盛世当中的一种危机和冲突 呼唤大家要同舟共济 可能是这么一个事情 对 所以我就发现借骨玉金这个事儿还很有意思 今天曹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一个话题 我觉得挺好玩 这个直接从咱们现在说有人说咱们节目啊 说你们怎么不谈谈亚投行 怎么不谈谈一带一路 我回答如果我懂得我一定会谈的 但是我昨天我看了一点 一带都是跟丝绸之路有关系 丝绸之路的就当年古代的丝绸之路 那是沿丝绸之路的一个经济带吗 一路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咱们中国现在就是联系了就是发起倡议吧 发起倡议好像这个涉及到就说55个国家 是不是就整个的这个这个区域 很多国家都要加入啊 就参加这个这个计划呀 您对这事儿为什么感兴趣 亚投行我也不懂 这个经济圈怎么发展 这个咱们的国家的战略远瞻我也不懂 我只是因为对丝绸之路比较感兴趣 也是因为在国内念大学的时候 79年就去了敦煌 那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接着到了西方之后 又看了一些从中国带走丝绸之路带走的国宝 藏在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地方 看了就然后看了很多之后发现 原来丝绸之路不光是丝绸出去了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出去了 影响了西方 远远比我们原来想到的要多得多 所以我的兴趣就是能不能趁这个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这种经济的发展 重新梳理中国的文脉 我觉得咱们很多年的不自信是这一块没有梳理清楚 这个角度有意思 徐老师你对一带一路怎么看 我的看法比较实际 我觉得中国因为周边的邻居 大部分关系不好 比较好的就是巴基斯坦跟中亚几国 你算什么 你兜着一圈算 本来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北朝鲜 现在变得比较调诡日本那个菲律宾啊 这一代全都是搞不清楚一直到印度 就有巴基斯坦跟中亚五国 前些年呢 叫上海合作组织 对 就是跟中亚的这个 但这个政治的 包括反恐的军事的意味太强 这次呢 我觉得 真的是高招 这不知道谁提的建议 我觉得他立功的 他是从经济入手 但实际上是有政治意义 就是利用中国周边关系最好的这一带 把钱往那边撒 而那个撒钱呢 正好又是中国自己的需要 前些年不是撒在国内吗 现在说撒在国内不好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抽出五百亿亚太行 就钱往那边去撒 而且从现在全世界各国的反应来说 办这种银行 他不会亏的 将来都是有好处 要不然那德国人英国人干什么 瞅这个热闹 跟他们也不相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很少有一件事情是政治经济 两个结合的这么紧 因为一般大家都说 中国是 现在都说经济 往右 政治往左 好像这个两 双重变得非常 很不一样等等 但这件事情是 而且正像您说 他背后还有文化 越看历史就知道 亚欧这个中间这个大陆 是整个2000年人类历史的核心地带 我们被最近几百年的海上 因欧洲的殖民的思路盖得太厉害 其实你要再往前开 你在荷兰西班牙之前 整个世界就是这一片陆地上的互动 从亚历山大大帝 其实你想想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划分 它是片面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这边等于是个大陆桥 对吧 它在历史上 其实说中西的交流 早就发生了 而且一直在发生 而且就是像曹老师讲的一样 它带来的变化 简直我觉得 深入到咱们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基因里头 是 比如佛教 就是佛教 但是刚刚我想接着徐老师说的这个 你说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 中国就掌握了话语前 主导地位 从文化上 中国也是主导地位 真正的回到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是文化的核心 一带一路 中国就是以中国为辐射的中心 向世界辐射 现在呢 鼓吹这个观点最起劲了呢 倒还不是中国自己 中国自己还缺乏自信 反而是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 什么什么什么金融时报啦 什么这个 他们现在的一个主流声音 我接二连三看到他们这样的文章 因为他们要向欧美的民众交代 就是说 两百年的英美的这个这个统治世界的秩序 现在要受到挑战了 然后呢 中国又这么强 他们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我们做的差 他说过去的两千年 罗马帝国以来 一千八百年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体 现在他就就一直在讲这个观点 他就告诉美国人民啊 因为美国人一般老百人心目当中 觉得中国跟印度 那是弱势群体 很孔大灾难 水深火热 现在他们的智囊 就整天给他们美国老百姓灌输 两千年 人家一千 就二十岁的人啊 十八岁啊 都是他是第一的 没错 所以你们现在别吵 没什么不好接受的 人家不当老大很多年了 也该当老大了 这个声音啊 出现在西方的这个媒体上 最近非常频繁 非常频繁 他需要在心里边找到一个 可以安放的一个理由 咱们不要被他麻醉掉 咱们还没到这一步 咱们也可以从他的历史上 找到他这种说法的理由 其实都在他的历史上 他们忽略了很多很多年 你随便翻翻都在那 嗯 就是四绸之路对他们的影响 就是咱们就这个中国做老大 这个这个说法 其实都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你到欧洲随便转着 嗯 到处都是中国留下的痕迹 其实这个咱们这个影响 还是双向的 特别是今天这个可以看看 曹老师带来一些图片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一带一路 古代的一带一路 是吧 四绸之路 咱们可以看看有些什么样的 这个是陆地的四绸之路 陆地四绸之路 西安出发 到伊斯坦布尔和意大利 希腊 一直到那 到那 对吧 然后海上的四绸之路呢 是从南海绕过去 整个把阿拉伯这个世界也包括进去 可以一直波及到 这件作品有意思 您讲讲 这个是十六世纪初 1510年 贝里尼一开始画的时候是1510年 这件作品叫众神的圣宴 1510年很早 十六世纪初 众神 意大利的神纸吃饭用的是什么样的器皿 咱们往下推一下 用的是青花词 对 这个青花词就是咱们所谓的外销词 在十六世纪初 青花词到了欧洲 而且它的影响之大 只有神仙能用 嗯 它像玉一样 像金属一样的硬 但是它又像玻璃一样的脆 又比玻璃更漂亮 你可以人工的任意画各种花纹 啊 这一样是朱乃正老师的作品 就在丝绸之路的碧金之路青海 青海湖远看是七连山 七连山是丝绸之路非常困难的一个点 它分了南线和北线绕七连山 你因为七连山不能从上面过去 这是哪儿啊 这是希腊了 这个是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也就是 也就是四处之路的最终端 这也是朱乃正老师的一个很快的速写到了圣托里尼岛 再往下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 这个有意思 这是葡萄牙的一个国王 他呢特别喜欢青花车 于是他把他所能找到的青花车 全镶嵌在他卧室的一个像 翻着放的一个斗 或者就是就是金字塔 这么一个形状的顶 全镶海有250多件青花车 看不清楚方位 他刚才那个是青花车放的 反过去是这样的 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尖顶 对一个针形 再看这个 这是波斯细密话 这波斯细密话有意思 这就说明了波斯人到中国来 然后再从带来一些波斯的东西 然后再从中国带走 从中国带走的是咱们的那个也叫 也叫秘幼 也叫天青幼 也叫还有就是青花车 青花车 对 这个大体相当于中国什么朝代啊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朝代 基本上就是15 16世纪开始 在那之前应该有一些文献 说到这个蒙古人西征 征服世界 青花词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中东也有青花的词 青颜色的词 是否土耳其 土耳其有 但是他们不一样 土耳其的词是低温词 咱们这是高温词 再看看这个 您说这个是敦煌石窟里 对 圣堂石窟 上面中间少了一个雕塑 你仔细看 这件雕塑呢 在哈佛大学美术馆 四十年代 一个美国的学者 到中国来 就把他带走了 其实有很多中国的东西 很多中国的古物 有的是买走的 有的是怂恿人 卖给他们 用很低的价格 有的就是直接打走了 这些 所以在敦煌 敦煌的发现 第一证明了丝绸之路 它的影响力 同时也是我们看到 我们很急需 急需梳理自己的文化 嗯 敦煌的发现 是在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提出之前 还是之后啊 早 你说丝绸之路 这个概念 是19世纪70年代 我知道 就是187几年 法国人提出来的 这个丝绸之路啊 就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但是那个敦煌呢 是在 差不多也是在 那个时候发现 这个丝绸之路的概念 其实正式提出来是 那个时候 但是丝绸之路的影响 远远早于那儿 早于在这之前 比如像英语的 这个丝绸文化 它叫Sera Culture Sera Culture 就是丝绸 Sera就是丝绸的意思 它没有 英语里面 没有这个词 直接就是丝绸的翻译 但是你说的对 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提出这个说法 然后 其实也是 19世纪西方建博物馆 到世界各地探险 于是敦煌就这么 其实敦煌 敦煌好像也是 差不多这个时候发现 敦煌从来没有 没有绝过烟火 香火 所以刚才我看到 这些这个图片 我有一个 我反倒觉得 对文化呀 可以开阔来看 就是像 现在叫中华文化 其实我觉得 一个文化和一个文化 之间不是隔离的 甚至你在这个 整个丝绸之路上 你都会发现 一种这个 我觉得是过度的 一个形态 很多 您像您刚才给我们看 这个波斯 那个细密画 最近我正好看了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波斯的细密画 它非常有意思 你看 这是一个 他自己地区的一种文化吧 可是这个画啊 跟当年 中国的工笔画的传入 有关系 是他当地这个民族的 这个画家呀 他吸收了一些 东方的画法 西方的画法 但是呢 又融会起来 创造出他自己的 这么独有的一种叫 细密画 那细密画 你看他这个 有些细密画画 他又融入了他自己的宗教 比如伊斯兰教 好像画黑夜啊 也画的像白昼一样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光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 他认为他的这个细密画啊 是用真主之眼 来看世界 真主的眼睛 是没有死角的 是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你就感觉到啊 他这个文化之间 一直在互相交融 其实这个 伊斯兰教 以前是不立图像的 对 只是用这个赞美词 嗯 实际还拜 就是拜托这个蒙古人 西真 把宗廷画带出去 这里面还要拜还要谢谢上一讲 上一次在这跟您见的谈 清明上河图 嗯 播出去之后呢 法国一个留学生就跟我说 就谈就在就在网上跟我沟通 嗯 谈起交流 问我一些细密话的事情 我也跟他谈到蒙古人的事情 就谈这些事 他就给了我几个网站 嗯 就说他看到一些图书 法国的那个国立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藏的一些 中东的细密话 或者是中东的一些东西 嗯 其实很受蒙元的影响 我说太对了 咱们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觉得这一块 咱们中国学者 其实是一个 一个一个重镇 必须占领 我们叫沃尔末王朝 沃尔沃王朝 印度的 沃沃尔 沃沃尔王朝 是中文 但是他的 自己的语言 他叫什么呢 叫Mogo Mogo Mogo 莫沃尔文化 Mogo是什么意思呢 阿克巴建立这个 莫沃尔王朝的时候 阿克巴自己 叫自己铁木珍 这是咱们成吉思汉的名字 他说他是铁木珍的传人 嗯 他要用这种方法 他在用 他就从波斯 请来了细密画家 在印度建立了一个 莫沃尔王朝 这个莫沃尔是什么意思呢 莫沃尔就是印度 发音的蒙古 就是印度的蒙古王朝 哦 这一下就连起来了 他其实是 蒙元西针的时候 留下的后遗 这个文化传承 必须梳理出来 所以你看 这个咱们 从来就不是割裂的 什么就说 比如说有些人讲 中华文明 其实中华文明 一直就是个融合的 融合的文明 它不是说一个 孤立的跟别的文化没关系 甚至西方的影响 很早就有 而且在今天看到 我们也很早就影响了西方 是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您看 就从这个美术的角度讲 我觉得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 你就想象一张脸 比如说是佛的脸 或者说你不叫佛 那个时候是印度这边 这个阿富汗 像今天阿富汗那边 是有佛教 但是古希腊呢 是有他的神 可是你看 这个脸的这个造像 我觉得你要是能用快动作 看沿途的这个 这个雕像 你看最早阿波罗的那个样子 然后到了印度这边 就出现了这个剑陀罗 我们看剑陀罗呢 就是照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啊 就是东西相见的一种脸 一种佛的脸 高鼻梁 然后你再往这边推呢 就看见咱们那个云岗石窟 那么样的一种脸 我就觉得就像一张脸呢 从西方人的脸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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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到最后东方人的这个脸 这个本身就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一个过程 唯一想不通的是三星堆 也很奇怪 这是一个特例 跑到三星堆里边 我看来看去 这跟我们实在太不像了 这些人是哪来的 你不觉得三星堆很像马云吗 马云 对 有点道理 马云是那个 怪不得到现在兴风作浪来了 咱们邓小平也像啊 广汉吗 还是叫广汉 四川啊 对 广汉 对啊 广汉 非常像 他这种脸的扁的造型 眼睛很大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像欧洲的亚利安人的那一路 当然了这个扯远了 这不像 亚利安人没那么早到这 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谜 对 但是他显然跟汉人是两回事 所以我看到他那个提字嘛 都说我们中华文明怎么灿烂啊 什么什么 我就看了那个提字跟里面三星堆 实在就对不上号 文涛 我特别想顺着你说的这个佛教的造像 慢慢变化 这脸的变化 在美术史上呢 叫从凡世到汉世 就是汉就是中国 到了洛阳 就是凡文的那个凡世吧 从凡世到汉世 对 到了最后呢 就是洛阳龙盟奉先寺那个大佛 那就是据说是武则天的像 据说 这就是真正的汉世唐代的最后成型了 咱们自己放到咱们当代 咱们油画 咱们这些西方学来的东西 慢慢慢慢就会 更贴切于当代中国人的欣赏口味 它也会经过一个凡世到汉世的转变 其实已经在形成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强调 这个是西方正宗 咱们必须守着 这个是本土正宗 咱们必须保着 就让它自由的融会 它自然会 一千年以后再看 就像我们今天看佛像 您看您这不也是要讲课 要讲这个时刻吗 我有时候听现在这个收藏爱好者 有时候他们也会发生一些争论 比方说 有些人就是说 还是中国的厉害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北齐的 山东青州那边 这个出土的北齐的 说是这种造像 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艺术 就是收藏这个中国的这个云港 龙门或者是北齐的 这些北魏造像的人 他可能就有点瞧不上剑陀螺 他觉得剑陀螺很一般 都是那个模式化的啊 但是呢 收藏剑陀螺的这个人呢 他可能会讲啊 剑陀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 他正是东西之间的 近乎终点的地方 当年这个佛教造像 这个这个造像正好从西向东 这个非常有这个历史啊 各方面的艺术史的这种价值 您觉得存在不存在一种审美的高低 比方说是剑陀螺的这个佛像好 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北魏北齐的造像好 那肯定存在一个高低了 这个好又回到我们曾经谈过的东西 就是谁说这个高低 话语权 话语权问题 因为在以前美术的这个价值 是由美术的赞助人来决定的 比如说古代 那就是皇家宫廷画家 或者买画的人 要是当代 这就各种各样人都有了 于是话语权 他就各说各的 我喜欢这个我就觉得好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话语权了 有的人特别喜欢那种超写实的油画 有人就特别喜欢那种很写意的油画 有的人喜欢艳丽的 有的人喜欢淡雅的 那么究竟是谁好 我想最就像徐老师 他刚刚谈到文学那样 有一个最起码的判断标准 语法尼得正确 用词你得恰当 行文得流利 这故事得说得清楚 他还有个故事 故事的深度了什么 那就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另一个判断标准 美术也应该有 至少你 你他得像个话 你最起码这种视觉语言 你能把握住 你想画坏 像苏东坡 像赵孟福 他们以桌为美 桌置为美 他叫故意画的桌置 不是说我画不好 画不好和桌置为美 它是两个概念 就画的浊一些 甚至是外人看来丑一些 但是反而是跟通常人们认为的 那种甜俗的美不一样 不一样 和不会画也不一样 就像一块烂石头 一块丸石 它和太湖石 有类似的地方 不平滑 有粗糙 有洞 有孔 但太湖石 它是遵循了某种审美概念 它形成了一个审美模式 而一块丸石 随便捡来 它可能比较接近太湖石 但它就是不到太湖石 那个高度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高低之分 你站在大卫向前 你就会想这么个问题 好 这是人类的一个典范 这米开朗基罗 一块石头 钓出这么一个男人 那是漂亮 忧郁 这个 那我这么崇拜的时候 是不是我被洗脑了呢 是不是我在用古希腊的美学标准 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这是人类最完美的一个男人呢 这就有好几个完全不同的理论的说法 就是有一些的就认为人类就是相同的 就有一些绝对的东西 他们认为古希腊这个就是绝对的东西 三个基本条件 完美 和谐 色彩 就是他们认为 这个这个 这是德国后来的美学家康德 他们都是这么认为 而且他们可以找出很多例句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 那我们长得本来就不像大卫啊 为什么我们就要 以大卫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 比方说我们找出黄小明啊 找出那些人就比较脸 鼻子像欧洲人这样 才认为这是美呢 这是不是我们的整个审美观 就是被话语权 被什么东西所说带走了呢 这个问题是 说实在话是一直有真问 一直有真问 其实徐老师 你都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 就是话语权 你看一看古代的美女 没有一个双眼皮 没有一个大眼睛 都是单凤眼 一个现在我想取的 没有一个像韩国整容回来那种美女 这就是改变了 但是他在一定的时期 一定的范围里面 他又是非常统一 比方说你看希腊 不是希腊 埃及 全画的一样 埃及的美男美女权 整整两千年 他们就一个标准 或者至少是画的人都认为都是 而且都是侧面 埃及的老师是谁 你说是那个这个巴比伦 对 没说不大米啊 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传到埃及 埃及传到希腊 你看古代希腊 完全受到就是所谓他们的正面式 所谓他们的古典式 就是埃及这种影响 所以不要说中华文明 就包括这个四大文明之间都有交通啊 你前一阵这个IS毁的那些个 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 其实古希腊文明的很多源头 就在两河流域 所以它都是相关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还是有好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在他的学生到获取病的幕前面 跟他们说 有个不孝子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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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